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小山底 故事发生在爱丁堡 有一天,天气很冷 我和一位同事站在旅馆门前谈话 一个小男孩走过来 他身上只穿着一件又薄又破的单衣 瘦瘦的小脸冻得发青 一双赤字的脚冻得通红 他对我们说 先生,请买盒火柴吧 不,我们不需要 我的同事说 一盒火柴只要一个便是呀 可怜的孩子请求着 可是我们不需要火柴 我对他说 小男孩想了一会儿,说 我可以一便是卖给你们两盒 为了使他不再纠缠 我答应买一盒 可是在掏钱的时候 我发现身上没带零钱 于是对他说 我明天再买吧 请您现在就买吧 先生,我饿极了 男孩子祈求道 我给您去换零钱 我给了他一仙零 他转身就跑了 等了很久也不见他回来 我想可能上当了 但是看那孩子的面孔 看那使人信任的神情 我又断定他不是那种人 晚上,旅馆的侍者说 有个小男孩要见我 小男孩被带进来了 我发现他不是卖火柴的那一个 但可以看出是那个男孩的弟弟 小男孩在破衣服里找了一会儿 然后才问 先生,您是向山地买火柴的那位先生吗 是的 这是您那个先令找回来的四个便士 小男孩说 山地受伤了 不能来了 一辆马车把他撞倒了 从他身上压了过去 他的帽子找不到了 火柴也丢了 还有七个便士也不知哪儿去了 说不定他会死的 我让小男孩吃了些东西 跟着他一块儿去看山地 这时我才知道 他们俩是孤儿 父母早死了 可怜的山地躺在一张破床上 一看见我 就难过地对我说 我换好灵前往回跑 被马车撞倒了 压断了两条腿 我就要死了 可怜的小利比 我的好弟弟 我死了 你怎么办呢 谁来照顾你呢 我握住山地的手 对他说 我会永远照顾小利比的 山地听了 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好像对我表示感激 突然 他眼睛里的光消失了 他死了 直到今天 谁读了这个故事 不受感动呢 饱受饥寒的 小山地的美好品质 将永远打动人们的心 感谢您的唐一旁